老師 那個我想請問你 就是去年我有請問你那個 就是傾家嘛 夏季 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地根溫像 我現在番茄我也操作 我有做一條 我有埋地下管 然後水 就是一樣 我做地下溫 然後地根我就是平穩的溫度 他這樣的話 如果地上部跟地下部 我有落差 如果在高溫力清的時候我這樣操作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成果還沒有出來 其實我只是 那個想法在做 就是我平穩 他的地下溫度 就是根系溫度 我如果在操作的話 有啦 有聽到啦 就是我如果 把根系的溫度 就是利用水溫 然後恆溫去操作的話 這樣我第三部表現 他的轉色還是生長行程 會有一些 會仿造那種 就是模擬那種 冬天那種情形出來 因為地上部我們可以補水 地下部是根系的問題 像這樣 他那個差別 會 會表現出來 因為我現在一直在製作 那種產品差異性 所以我一直想做 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我一直在研究那種 就是 逆境 逆境 生長那種情形 一直在模擬 可能一整天開始 是我想操作看看 因為我也沒有農業知識 就農業底子 阿就是 只能 老闆老師多講一些相關 知識內容 然後我再去 思考看看要怎麼操作 因為現在已經都種了嘛 還有慢的 下個月還有一批那個 親密交流中 也是 都是逆境 我是屏地嘛 我是雲林七樓這邊 然後就是要做那個 可是想操作看看 阿就是 麻煩老師多提供一些那種 相關訊息 然後我比較可以去操作那種 逆境這樣 麻煩老師謝謝 OK 嗯 好 來 這個 人說天下無難事 就是怕有新人 他現在還是做中學 這個呢 有農業知識 沒有農業知識 這沒什麼要緊 最怕就是 這個 不願意去學習 不願意去接受 你可以去想像 可以去 大膽的嘗試 這是你的優點 當然我們認出一項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是優點就有可能是缺點 比如說 我們的想像會被 像阿波 有可能 我的想像力會被我的專業給限制住 因為我知道 這樣 就不能胡思亂想 所以有可能 但是 有很多 其實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其實是對的 就是說 在這個 頭咖 你可以造一個冷水 這個 不積水的原則底下 你可以造一個冷水 那麼這 日本有利用 草莓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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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草莓是一個 會超過25度 晚上溫度 會降到差不多 11-12度 甚至 白天的這個溫度 就這樣子有一種日夜溫差 然後有一點有一頭 他的根部的這個溫度 不要太過分 所以他們現在有發現說 在這個 藉質栽培的草莓不太好吃 不太好吃的原因是怎樣 大家就去研究說 那邊邊也是這樣蒸 那是怎麼蒸在土壞就好吃 蒸在這個 蒸在這個盆仔底就不好吃 要去刷溫度的時候 他們發現 我們 把他吊起來在這個空中 用這個藉質栽培的時候 他草莓的這個根溫不肯定 他現在溫度 高高高高 所以就變成 他的這個糖度就拉不上來 這通常是有這種 所以把這個原理 我們在 這個 廈門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試驗 就是說去做 然後他通 用當局 他說有一個 他裡面有一條通管 走 這個 煎水 三泉水 要涼涼 在那裡走 這草莓這樣會變好吃 但是結果率沒有增加 結果率沒有增加 但是有結果的草莓變好 吃不容易缺膨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開火跟氣溫有關 跟耕溫的溫度 跟耕溫影響沒有說很大 所以 比如說你要這樣操作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你這樣 在 途中的一個這個耕溫 可以 維持一個比較低 不要太熱 那麼基本上來說 比如說他的行動裡面 他就不容易缺鈣缺膨 然後他營養吸收會比較好 這大概就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在根部因為適當他的一個進步的這個運動 適當他的這個運動 對於這個做法來說就很好 所以 當然 但就不容易缺鈣缺膨 不容易微量元素缺乏 木的反應都很好的 這個東西就表現出來 你就解決一部分的這個問題 然後 開火是跟什麼有關 開火結構跟這個 開火要結構 當然是跟花粉的活性有關 比如說你開火 開火有火粉嗎 開火有火粉嗎 開火有活性嗎 我們家如果是火桃管 發粉活性降低 審計呢 沒有發粉 所以有開火 你有看到他有開火 但是 他的火粉都溜溜溜溜 很多人家種過兒子 會去營養這種情形 有開火 鋼灰 結果去摸那個火粉 都沒有什麼火粉 現在現代男生的一個通病 精蟲素稀少 大概就是一樣的一個特例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沒有火 我們現在想說 沒有火 沒有火 要雕刻 火深的地方 要稍微有一點水分 還有一點滋潤 然後有一個 吸引蜜蜂來採蜜 然後這個 如果火粉落在館頂的時候 有辦法把它黏掉 大自然裡面是這樣熟 但是 在這個溫度不適合的時候 有當時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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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就比較困難 塑粉比較困難 以兵說 以金貨來說 我們把它噴哪一算 所以 我們把它噴一下 那就是可以單為結果 他可能塑粉不完全 可能沒有塑粉 但是他也有辦法來改這個結果 那麼對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鋼蜂米來說 我們就用4CPA 我們用24D 去把它噴 去點 所以雖然你沒收粉 但是他也會結果 所以我們 點火的鋼蜂米 通常就沒刺 沒刺就比較沒吃 所以吃起來 通常 滋味會稍微少一點點 會稍微差一點點 這還是屬蜂 所以現在很多人種小番茄 現在放這個雄蜂 但是雄蜂一開始就放進去 一開始放進去 雄蜂也是每吃也要吃 給你看 這直接一個便當 一生大概30個便當 他還是死給你看 他還是沒什麼作用 他很怕熱 所以有時候他的作用 現在溫度高 他現在適應了 很多人說 我看這個溫度很高 雄蜂也在那 但是他有提高他的走果率 沒有 有什麼 有雄蜂也沒辦法提高他的走果率 因為那種溫度高的時候 雄蜂就爛死爛死了 萬一有雄蜂 但是發分不合性 發分不合性的時候 他雄蜂在那裡搖晃 增加走果率還是會有 但是那個效果很有限 所以通常在高溫的時候 他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收粉 是因為花粉的活性不夠好 所以你要去解決 就是說 是不是我可以想辦法 給花粉的活性增加 所以我可以用一些抗膩的東西 譬如說用玉米素 用吊青 用天然細胞分類素 這大概是這種 尤其是這個玉米素 讓他在熱的時候 能夠維持花粉的活性 但是這個效果不夠 因為實在是太熱 所以你可能就要噴 用左果劇去把他的條證 用CCPA稍微噴一下 曬過 開火的時候 你就去曬一下 心目的注意不要去曬一下 稍微這樣處理過 他是不是就左果 他的條證 這個粗布已經有條了 有這個 有這個CCPA 把他這個 刀山崗也當單位結果 所以他開始在大 開始在大 但是他在大的時候 你需要營養的供給 你現在頭腳筋 他是比較健康 所以營養供給不一樣 所以應該是大起來 所以呢 你如果是這樣來想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一定要配合 地上部的一個處理 抗密的一個 這個環境 隨時注意 隨時注意 是不是這個根系 這個透氣性的一個 因為你如果是造水 因為你如果是比較少的 透氣性可能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是不是 因為你總是一直在造水 一直在造水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肥料流失的一個問題 那麼你可能要綜合去考慮 但是這個理論是行得通的 而且這個人有做成功 做成功的例就是這個草莓 草莓一個高頻質材 草莓這個栽培 也能給他 這個 5月1號的草莓 要更好吃 要更有產量 很多東西 不是說你做做不起來 做不起來 要有三量 尤其我們專業在生產 很多人說 那小番茄 那個就什麼 蟑螓 我們購錢100000到1000只不到 結果我在 unterstützen 1ЧтоV就貼 8個 我不貼了 但是你要貼 8個 譬如說你購料幾個 每一 programmed 8個 你就і在 Michelle 구�ak 就說說沒有�for 都不賢良 所以 有時候你要去 Ivy 很多 尤其在網路上 我看了很多那种发言 觉得他们都不是专业的 但是跌到很来行 有时候看了也是很害怕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吐槽 所以有时候就很多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去解决 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是 做什么你要做的 比方说你要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这你会可以 并说你开始想想想要怎么做 那么你会可以把你的想法 稍微写一下 我想要怎么做 我的目标是要做什么 你把它做起来 那么我会告诉你 我就可以跟你说你的困难在这里 我可以跟你说你的困难在这里 但是我不一定有那种头角 可以去想这个困难要怎么改决 但是我相信 我有那个能力可以跟你说困难在这里 但是至于那个怎么解决 我如果想得到可以解决 我的草莓我就把它蒸下去了 我就把它通冰水 我就让草莓变得很好吃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不然这个有些东西其实我们还可以秀一下 这个 但是有时候农业就是这样 它随时的变化 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个 可以去做 想要去操作 有一些想象力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种想象力是需要 你再给大家思考看看 这就是给大家思考看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 要往对一个方便 这个目的是要做什么 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办法 去做什么困难 在北约 我不敢说 在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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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 有一个 这个范围 我们在想的时候就不会骗很多 我感觉我个人 感觉我已经是见多四寡 但是 这有时候是因为 很多这些时间在外面 我没走 我没看 已经感觉是见多四寡 但是有很多这些东西 其实是我还看不到 最近的 大家 我加很多 合并说 其实我 退休一定是种葡萄 在我打算退 你若是说我在种葡萄 那大概就是 这过五年我就会退休了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葡萄大概三年就可以量产 种完后三年可以量产 在台湾就可以做 很好吃的 这个葡萄 而且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很有特色的产业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因为有缘能够跟陈嘉欣老师 一起喝过两场酒聊过天 那么也从他那边 学了一点点皮毛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有很多这些工作 想我去做 所以你的想象 比如说你想达到的是什么目的 我可以跟你说 你台湾 这样你有可能会少走一点点冤枉路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如果这样跟你说 打击到你的积极性 你就觉得这样可能 我没做 但是我认为 有时候这种就是 一个不一样的碰撞 所以最近 我认为做一种机器手臂 他说到没问题的问题 他说很简单 我跟他说 我拿一台给你们吃 我都自动采收 但是那台多少 也没有很贵 700几万而已 700多万 一台 700几万 我说我如果有700 我台湾 不是什么 台湾如果有700几万 我不做 我又要 我又要你买那台700几万 来采草莓 我没在说到 对吧 我有700几万 我又要你采草莓 不一样 但是 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可以依我们的领域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农业还有很多想象力 可以更希望很多 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那么能够加进来 这不一定 对农业会是 坏事 很多人说 这大家都没给农业 这行专业的动作 动作一回数 这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种专业的人 我们才有饭吃 其实很多人真的 真的不把农业当作专业的一回事 就像说 如果 鹅头楼 回来做产 就做得起来 会都做得起来 但是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他们有 有这个 20家 自己的地 7家都自己的地 再做一个 这10家 他们20几家 什麽一行有 所以 比较很好 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跟白手伺仗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只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 所以 不一定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时候 你们是说 想什么 你的天马行空想去想 是说你不要 不要说在这个 因为 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对吧 这个平台就是 你问 我给你回答 这有的人就说 这个人 头发抬起来 你也有时候 这个也会打击到你的信心 所以你若是有什麽 你认为很不可 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不用客气 这个私底下 我们都可以 也可以 去讨论 我可以去做的工作 就是说 在这个 你若是感觉 还有一点点专业的良知 那我一定会秉着专业的良知 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会遇到这个困难 是什麽样 你要注意什麽样的事情 是不是去去看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做出来 我们一项一项 遇到什麽情形 还找什麽东西 可以去改革 现在的一个现代主宅 以前的主宅是不一样的 所以 虽然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个是简单 给你回答到这边 在这里 其实还是要鼓励所有 非农业的人 然后投入这个行业 你们的想像力 会让这个行业更多财多资 但是 电台的责任就是 尽量 这可以让你减少 减少走那个困难路 不要让一些 在这边 在这边 搜索走困难的人 把你的路线偏去 你可以好好的发挥 你的想像力 去冲着你自己一个不一样的 这种的解决做法 但是 人和一项这些东西 或者要把你强调就是 品种很重要 品种 他是不是有适合做这个工作 多穩 这不知的 不经济的 一定要 确定是什么样的品种 假问我 你做出来这个 这个企业的 靠那个隔壁 你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 你花这些时间去做 你一定自己要有一个实际 你这种就是很标准的 就是说 你在找是找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 这个好的方法 你若是含一个 所谓的两种 量法 量品 这要不然 听一听你说的 这六个 一个好的品种 加上你好的方法 你把这两个合作 这个就是你的技术 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技术 你把这个品种 做到这个极致 今天我们台湾这个 小番茄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雷 有鱼 有鱼是一个好品种 在某些方面是 但是他如果 正在外面 他很厉害 但是他就是很不败 所以一好就咬一咬 这就是这样来 我们把他的这个 扬长臂短 他就能 有法度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当然就能去 冲着一个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出来 这让你稍了解一下 随时 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要客气 也不要认为自己 哎呦 因为我 这个又 这个 不是 专业 这不知道问的问题 不知道 很落叉的 我们从来 对每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对待 因为有很多这个想象力 就是 不是专业人去想出来 这人真的 再配上专业的这个 修法调整一下 他就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专业会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好 我 这很大 我 这很大